中文字幕 李宗盛 滷水没有滷水味 失败 蚝饼没有蚝仔 失败 最惨是鱼腸 里面没有洗净的 怎么搞的 还要吃到我身碎身汗 你看 是汗了 是汗了 拿去敏掉 你不要这么幽默 我现在在唱你 说明吃大排档 没冷气 大汗滴西汗有多奇怪 谁说吃大排档就没冷气 这间新式大排档 不单有冷气又吃得舒服 还要坏得来 还好潮 適合我这些年轻女 这间新式大排档有很多香港地道的菜式 这道菜就够了坏够了 它就是鸡蛋焗鱼腸 因为这道菜的工序和火候都很讲究 就不是每间都吃得到 这间就沿用传统的方法去做 首先它就是将鱼腸洗干净 用些醋醃一叶 令它没有腥味 然后再放些油条在上面 再加入鸡蛋拿去烤 我现在试一试它 出烟的 还热热的 而且只看表面已经看到很丰富 里面的材料 它的味道很丰富 除了有鸡蛋的香味 它的鱼腸的味道很香 但是没有那种腥味 因为它加了这个芫荽 去搭一搭鱼腥味 感觉上味道很融合 还有很有鲜味在里面 接着试试它的油炸鬼 油炸鬼加了鱼腸和鸡蛋 像在吃一个豆腐 可以在香港想想做一些西式豆腐 加鱼腸和鸡蛋做早餐也很特别 接着试试这里的脑水拼盘 平时香港人最喜欢排队吃外卖的脑水 但是这里也可以坐下慢慢 很舒服地吃 我试试它的山腸 这个山腸就是猪的酢卵盘 它的山腸很爽脆 而且它吸收的脑水汁很入味 你看到它的颜色染色 就试试试试试了很久 接着我试试这里的牛腱 你看它的花纹多漂亮 一层层的 我试试点一下它旁边有自制的甜酱和黄介辣酱 我试试点甜酱 嗯 它的牛腱很香 我觉得它是夹得很入味之外 是很香的牛腱味 而且它加上这个甜酱呢 咸咸甜甜的味道 很惹味啊 接着我们要试试这个枝竹羊腩煲 秋冬就最适合吃羊腩煲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羊肉可以滋补气血 而且可以去韩冷 我给它一块来试试 哇 这块很棒 有肥肉位 又有瘦肉位 那块皮才是骨胶原位 嗯 我自己就很喜欢吃羊肉的 但就很怕有一种很浓烈的酥味 但这个羊腩煲呢 一点酥味都没有 上面就软绵绵 下面就很有羊肉的香味 很棒啊 一层一层的 那我先蘸这个腐乳 哇 这个腐乳酱呢 不会太咸 而且蘸在羊肉上 很够 不如把这个羊肉味更加提升了 而且如果人们真的 连少少的羊酥味都吃不到 蘸这个腐乳酱就可以辟出羊酥味了 我真的吃得很饱 但是如果想多些不同的东西 就不要学我这样 自己一个人过来 因为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套餐 有些是一家四口也行 十几个朋友也行 那想多些东西 就当然是叫多些朋友一起来吃